昨天呢,明玉把诗篇149篇的第五节讲完了 那今天呢,我要讲诗篇149篇的第六节 那一般呢,我每次讲陈导的时候只用一节经文 那今天我看了一下,我发现这六七八九是连在一起的 那我就想今天我们就把诗篇149篇的六七八九放到一起 那前面呢,我们看到诗篇149篇说你们要赞美业花 那最后一句话呢,你们要赞美业花 所以开始是赞美,后面是赞美 那中间呢,讲了很多愿,愿,愿,愿 第五个愿是这样的,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 愿他们在床上欢呼啊,这个,这个就有意思了 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早上一起来 哎呦,这一天怎么过呀 晚上快睡觉,哎呀,这一天太难了 对吧,我们很多人,为什么早上不愿意起来 哎呀,这一天太难了,不想起来 晚上不睡觉,为什么,哎呀,这一天太无聊了 再看回手机吧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现代人的生活状态 但是主的圣民不是这样的 他们在床上,他们欢呼 所以早上一起来,哇,这一天,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们要这样,要那样 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下 哇,感谢主这一天,蒙主保守,一切都顺利 然后安然入睡 所以今天我自己,我希望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 慢慢的去操练 就是沿着我们在生命中不断的赞美神 不断的赞美神,不断的经历神的同在 不断的经历神的祝福 让我们早晨带着热情,让我们晚上带着平安 让我们一天充满力量 让我们睡觉的时候也是安然入睡 所以今天那第五节是 愿圣民所得的荣耀高兴 愿他们在床红屋 那从第六节有一点不一样 第六节说 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 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 这个我们都没问题了 因为最近的主题就是赞美神 赞美神,我们称赞神为高 称赞神为大,称赞神为美 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看到吗 第六节下面,后面 说手里拿着两人的刀 所以第六节里面 两个要同时的,你要看 就是我嘴里面 我心里面,我要干嘛 我要赞美神 我嘴里面,我心里面,我赞美神 但是我手里面 我手里面拿着刀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希望我们 此刻我们每个人把眼睛闭上 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经文 所描述的那一个场景 就是这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这是一个蛮有能力 蛮有权柄的人 这个人他在赞美神 他的心里面在赞美神 他的嘴里在什么 但他手里又拿着刀 所以那 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的起点 我们是一群什么的人 我常常讲我们是一群罪人 有没有错,没错 但是我们也是一人 阿们吗?因为我们罪被赦免了 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我们是软弱的人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刚强的人 因为神用他的能力代替我们软弱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一群卑微的人 对不对?我们没有人是官二代是富二代 但是我们又是大有能力的一群人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们一定要在这两个中间 不断的来看清楚 我们是不是罪人 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罪人 但是我们也是一人 因为主已经替我们的罪定在十加上 我们是不是软弱的人 我们是软弱的人 但是主又把他的能力聪明赐给我们了 我们是不是卑微的人 我们是卑微的人 但是神同时又把权柄给了我们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们这个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词特别好 就是不忘初心 就是我们原来是软弱的 我们原来是卑微的 我们原来是没有能力的 但是我们又牢记使命 我们被神赦免 我们被神更新 我们现在要被神大大使用 所以我们以前就是很差很差很差 但是现在我们就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强 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在基督教里面除了神不改变 没有谁是不改变的 我们都会一天心思一天 所以今天我自己我在这里面 我想告诉基督教里面 2020年我刚刚来洛杉矶的时候 我只认识几个人 再往前推 2015年我来洛杉矶的时候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主动来找我 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我才能帮他们 因为他们想认识的一些所谓的达官贵人 他们在洛杉矶这么多年 他们不认识 但是这些人居然是王牧师的好朋友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也是 醉了 我怎么样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交了一帮特别好的朋友呢 我也很清楚 就是神要用我 所以神就把一些重要的人物 跟我连接在一起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诗篇149篇 我盼望我们看懂了以后 我们不单单赞美神 我盼望我们看懂了以后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信心 并且把这份信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怎么应用 就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是要被神大大使用的 如果你打字方便 你现在就打字 我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 我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 我口中称赞神没高 但是我手里有两刃的刀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你们看到在美国最近有些枪击案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在那些枪击案的发生的时候 如果有人手里拿着更威猛的枪 那些枪手也不敢去碰他 所以今天你到一些治安不好的地方 但是你如果像圣经所说的 你手里拿着两刀 这种威风凛凛的样子 也没有人敢抢你 所以今天 这个中国话讲 黄鼠狼专挑有病的鸡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生命中有软弱 我们生命中才遭遇逼迫 当你强了就没有人来逼迫你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们是一群赞美神的人 没错 我们要永远赞美他 因为神真的伟大 他赦免了我们的罪 让我们有罪的人成为了义人 他代替了我们的软弱 他赐能力给我们 让我们软弱的人成为有能力的人 他赐尊贵赐能 赐荣耀赐全民给我们 让我们卑微的人成为有尊贵有地位的人 所以今天在这里面 这是一个场景 就是一群赞美神的人 他们赞美神 但是他们手里面还有两个刀 所以你看这里面他说 为要报复列邦 刑罚万民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记住 我们手里有刀不是仅仅是保护我们自己的 我们手里有刀是要被上帝用 要报复列邦 要刑罚万民 甚至将来你要看到链子 捆他们的君王铁料锁他们的大臣 然后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 有一些要被审判 这个审判早就记录在神的车上了 这些事情早就记录在神的车上 但需要有人去落实 去实行 那他的圣民都要有这样的荣耀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讲过 大概在几个月前我去到北加州 在北加州的时候 有一个是共和党内部的一个会议 刚好我有幸被邀请去参加 那我在支持的一个人在竞选联邦的国会议员 那另外一个北加州的人 我以前没见过 那当时在在现场我见到他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感动 那那个人呢是学法律毕业的 是一个秀才 就是法律很熟 他曾经出了一本书 专门讲现在加州州长的一些罪行的 就是有理有据的 但是他的实战经验不多 他不像我只是个人 是一个很多年经商的 有很实际的这种生活的阅历 商场的这种履历 那但是他俩结合在一起 就是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 就是有人会武功 有人这个懂法律 你知道吗 就是有人很 关键时刻敢做决定 敢判斑 这个敢出头 但另外的人 可以有这个有勇有谋 用这个如果灰姐在肯定就说了 有勇有谋 所以我当时在祷告中 我就看到一个意象 他们两个人联手 把现在的这个联邦国会里面 一个比较大的头子 叫佩罗西 你们感兴趣可以上网查 这是一个 这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这绝对是一个妖魔 佩罗西 他们两会联手 把佩罗西从这个国会里面赶出去的 我今天这样讲话 这个讲话 其实在美国是充满危险的 你这是攻击国家领袖 你知道吗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 我在当时祷告中我看到的 所以今天亲爱弟兄 亲爱姐妹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如果我那一天我看到的发生 那你会说什么 你会说阿门 因为诗篇149篇就讲了 所以神的百姓 这两个都是基督徒 所以神的百姓 手里有两人的刀 这两人的刀 不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 这两人的刀是我们被神拣选 而被神使用 成为神手中大能勇士 干嘛报复列邦 干嘛刑罚万民 干嘛连君王都要捆绑 干嘛连他们大臣都要锁住 然后神记录的审判 都要在他们身上发生 所以我不知道今天 我不知道今天 这个我看看 邓灵在线 王辉在线 雪莹在线 这个宝斌也在线 东穴也在线 对 那我问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 我问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 大概在 在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可能2018年有一点 有一段时间 我讲 我讲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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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中国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反腐了 很严重反腐 对吧 2014年 15年 16年 17年 很严重反腐 我说 我说 我看到的意向是 在这个反腐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 基督徒 本人是基督徒 或者他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 他受他爸爸妈妈影响 他本人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心里面多少一点 是对神的敬畏 这些人被选上去当官了 被这些人被选上去当官了 所以今天 今天我们如果看新闻 我们看到中国从上到下 各个阶层都有官员被抓起来 都有官员被抓起来 那抓他们的人是谁呢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鼓励弟兄 鼓励弟兄 鼓励姐妹 你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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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中国交在上帝手里 愿上帝的手在中国 就是这样祷告就好了 所以我在2014年 2015年 2010年 2010年 我记得 我自己 有些事我不记得 但有些我记得 我讲过 有些基督徒上去了 有些 有些 虽然自己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 他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 他心里没有对神的敬畏 这些人上去了 所以那些上去的人 现在他们在清理一些 完全没有信仰 完全没有道德 完全没有底线 完全乱来的这些官员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今天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会很难过 我说哎呀 这个社会太黑暗了 就像Catherine 在一个大公司里面 哇 这个公司里面的整个头子 都贪污腐败堕落 然后这个头子 带着身边的人 贪污腐败堕落 整个这个分公司 成了一个 成了一个贼窝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你里面找不到一个好人 你不但要开掉一个人 可能就是里面 所有人都要把他开掉 所以今天 为什么Catherine 敢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Catherine 敢去处理这些事情 那就是因为 Catherine 不可以被买 就是那些人 也可能会送礼给他 或者送礼给他 给给somebody 他们就可能 这就这事 就大事花一小事花了了 所以我 我记得Catherine 曾经处理过 他们分公司的 一个一个一个腐败案子 因为他做人事的 肯要参与其中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告诉Catherine 想告诉姐妹 你们口中称赞神的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今天我要提醒 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 不要随便赞美神 你知道吗 赞美神是有后果的 你赞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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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神啪 把刀给你了 但是你拿刀 你敢不敢用 所以今天那些 口中称赞神为高的人 手里面也有两刃的刀 你不但不要害怕 他们反而要判你 你不要 不但不要害怕 他们要判你 所以报复列邦 刑罚万民 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 用铁料 锁他们的大臣 然后 在 这些人身上 实行所记录的审判 不是我们去判他们 这些人早就被审判了 所以今天 有些人说 骂在中国做官 太危险了 动不动就被抓起来了 你知道吗 但是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威胁 如果上帝不判你 如果在上帝的审判册上 没有对你罪行的记录 你就不会被抓起来 但是当上帝已经记录了你的罪行 然后就会有那些赞美神的人 然后就会有那些手中有两刃刀的人 这些人出来 他们来捆住君王 他们来锁住大臣 他们来施行审判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想在这里面跟大家讲一件事 就是神的守在人间 我想跟大家讲 就是神的守在人间 所以今天 中国语话说 人在做天在看 所以今天同样做官 有人就可以平安着落 同样做官 有人就可能被抓进去 然后甚至是全军覆没 你知道最近我们大连 你们 我们教会人都不怎么看 大连有一个人叫徐长远 他最高的位置做到了大连市的这个人大的一个主任吗 还是副主任 我不记得了 但是他在下面的时候都是一把手 最开始在在庄和一把手 网网内一把手 后来荆州一把手 包括我们开发区一把手 他家这几个兄弟都是黑社会一样 有的就直接就是黑社会 有的呢就是以开公司的名义 其实就是变相了黑社会 那他把大连的很多大大小小的企业老板 只要跟他们沾上点边的都给弄弄弄死了弄残了 你知道 然后自己这个把这些资产也好财产也好 房产也好 钱也好 全弄到他们手里去了 这个金额到现在没报 几个亿是跑不掉的 几个亿是跑不掉的 甚至是几十亿 所以你想东北经济这么不好 就大连的一个小小的官就能弄几十亿 那你就想这些年他们都干了什么事情 所以讲真话 他们在大连的根子很深 像这种人在上面多少有一两个领导照着他们 因为他们也给上面的领导交钱 但是你知道吗 第九节说什么 要在他们身上 要在他们身上实行所记录的审判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审判真的还不是中纪委 这个审判真不是辽宁省纪委 这个审判更不是大连市纪委 这个审判是上帝那里已经审判他了 所以中纪委也好 辽宁省纪委也好 大连市纪委也好 都在做神让他们做的事情 所以在几天前 我跟一个美国的基督在谈 他们在那骂习主席 习主席对这个教会的打击什么什么 讲了一大堆这个负面的话 我说 我说你为什么不想习主席也是神的仆人呢 你为什么不想借着他这样一打 把假教会假牧师全给打掉了 真教会你是永远打不掉的 真牧师你是永远打不垮的 反而让真教会更加复兴了 让真牧师就更加自由的去传道了 为什么市场假牧师没有了 所以今天我把这个话讲完以后 他没有反驳 因为他看到了在整个历史上 教会复兴的时候 都是在逼迫的时候 相对来说教会很舒服的时候 连教会的牧师都堕落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亲爱的姐妹 中国自古就生于 忧患 死于安乐 当环境太好太舒服的时候 我们反而很容易就死掉了 当环境很艰难的时候 我们反而 迸发出勃勃的神迹 所以就好像现在我支持一个人 他竞选是一样的 他爸爸一死 他本来在香港非常好的生活 他爸爸一死家里面 立马这个经济就不行了 妈妈已经没办法在香港养活三个孩子 带三个孩子来到美国旧金山 投奔经济 即便如此也要做很辛苦的工作 去挣微薄的收入去养三个孩子 所以我一直对这里的 华人家长说 我说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房子 没有汽车没有钱 可是他们非常有斗志 这个斗志就让他们一路向上 最后三个孩子都需要所成 我们知识人士老大 现在非常成功 明天我会参加他竞选获胜的那个庆功宴 选举还没有 结果还没出来呢 我已经相信他已经得胜了 所以明天我去参加庆功宴 所以今天在这里面 我想告诉军王 告诉姐妹 就是这么简单 什么事 就是今天我愿 我的弟兄 我的姐妹 不要让别人小看我们 你知道大卫是什么人 大卫是连他爹都瞧不起他的人 当先知 萨木尔到他家说 你有一个人要被神剑做王 他把老大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全喊出来了 就没想到这个老七 这个最不中用的 留在外面放羊的 居然被选择当王 所以今天签了弟兄 签了弟兄 我盼望我们家会的弟兄 我盼望我们家的不要轻看自己 你就每天赞美神 你就每天赞美神 就每天赞美神 当你赞美神的时候 你有一天你的脸打开 你会发现你手里拿着两刃刀 所以今天王牧师为什么在美国可以在这个勇敢的在干预政治 就是很多人因为我的支持 他就选择了 因为我在背后 他就没有上去 并不是我在决定他们的命运 而是我在被神使用 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他们生命当中 因为第九月说得很清楚 在他们身上而实行所记录的审判 那也包括实行所记录的奖赏 有些人就是在美国政坛很混乱很黑暗的时候 他们坚持一心为公 他们坚持一心为民 他们坚持默默的做事 他们曾经很长时间被打压 但是王牧师出现 就帮他们把打压他们世界扫平 那这是不是就是在他们身上 施行了所记录的奖赏呢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当我们不断的赞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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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的灵眼打开 当我们的灵命被提升的时候 神就给我们权柄 去成就神在万民中的职 所以不仅仅 不仅仅是你身边那几个人 所以我们现在想名誉 他救的不仅仅是 跟他一起住的那几个姑娘 他救的要是整个上海 这个我不知道名誉今天在不在线 如果名誉在线 我希望你打字阿门阿门阿门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一群 不断赞美神的人 不断赞美神 当我们赞美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神就把我们跟众人分别出来 并且神把他的权柄给我们 手里面有两样的刀 然后我们就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 所以今天邓灵到了这个江浙户 我就对邓灵讲一句话 我说邓灵不要为一份工作跟神祷告 不要为一份工作跟神祷告 我说我随便打个电话 不用祷告就能帮你把工作搞定 我说你要为在江浙户被神大大使用来祷告 被神大大使用来祷告 神记得邓灵到了江苏 到了浙江 到了上海 能给江苏 给江浙上海 很多的企业的老板 带来巨大的心灵的冲击 所以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每天赞美神的人 为什么当他每天赞美神的时候 他手里有两个人的刀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想奉耶稣命我来祝福山爱华姐妹 所以今天你不单单要为你家来祷告 你不单单要为你那个将来做院士的姑娘祷告 你要为你整个宾州来祷告 你要为你整个山东来祷告 让整个宾州经历一个属灵的大福建 让整个山东经历一个大福建 你上网去查 就叫山东大福建 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 整个山东 家家户户都信耶稣 家家户户都信上帝 所以今天这样的事情 能不能再来一遍 我相信绝对能 这就是为什么 我虽然人在美国 但是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 还是牧养中国的教会 因为我相信 在中国 有一群祷告的人 因为我相信 在中国有一群赞美的人 这群祷告的人 这群赞美的人 看起来很卑微 看起来很软弱 看起来很没有能力 但是神已经把两人的刀 放在他们手里了 他们要报复列邦 刑罢万民 用链子捆住君王 用铁料锁住大臣 并且在君王 在大臣身上 实行所基督审判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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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圣名就是你 就是我 就是我们 就得见这荣耀 所以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所以今天我盼望 我盼望 我不知道谁在线 但是我也不知道 你在哪里 我不知道哪里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句话 不是给我 王牧师一个人的 这句话 是给每一个赞美神的人的 这句话是给每一个 所以我现在的祷告就是 我们不要说 哎呀牧师啊 你也不在中国呀 哎呀牧师啊 孙联稿活动 只在大连稿 没带我们成都的人呢 你们成都的人 也是 同样的这句经文 你们赞美神 然后神把两个道给你 所以我盼望 六月份 我盼望七月份 我盼望八月份 我们各个城市 至少有一两次的活动 什么活动 就是把跟我们 在线上聚会的 我们同在一个地区的 同在一个城市 聚在一起 我们一起赞美神 我们互相鼓励 我们一起赞美神 我们互相鼓励 让我们每个人的灵性 再一次被提升 然后让我们 就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 去影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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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完全带到神面前 让复兴 借助一个一个人 借助一个一个城市 开始不断的点燃 最后整个中国 被复兴的火灵道 我们再来读今天的经文 我们带着信心来读 不是 读读就过去了 是上帝对我的心在讲话 愿 我们 口中 称赞 神为道 我们 手里 就有 两人的道 为要 报复 列邦 刑法万民 我们要用链子 捆他们的君王 我们要用铁料 锁他们大臣 我们要在他们身上 施行上帝 所记录的审判 和奖赏 神的圣名 就是我们 都有这荣耀 我们要 赞美 耶和华 我们一起来祷告